7月22号郑中基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 郑中基一级主创团队到达现场为演唱会宣传 吸引了大量粉丝前来为偶像送去第一波的祝福和问候 这个是郑中基的一个来自世界各地 有内地啊 香港 台湾 然后马来西亚 美国的粉丝 写了一个情书 没有很用心 对 然后我们还准备了花 然后送给了蓝色的玫瑰哦 发布会现场郑中基相当开心和激动 这是他举行2019世界巡回演唱会以来首个内地演唱会 他表示之所以再次举办今年的演唱会 是希望能到更多以往从未唱过的地方 为全世界的乐迷派送欢乐和惊喜 传递爱 希望与梦想 其实新专辑我一直在做的 刚刚过完年之后 终于成立了我自己的一个乐阳室 还有我 我是 由我出道那时候开始 也有一个愿望很想做的 就是总之一队乐队 所以这么多年来都没有 但是这次下一张专辑将会以一个乐队的形式出现的 就不仅是郑雄基了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乐队 那就是我由头开始做过新人了 现在可以 芒果老新闻 老辣在这里预祝郑中基演唱会圆满成功啦 把打